綜藝天王諸葛亮二零零九年 被媒體拍到穿白色Polo衫 輸油頭吃黑輪為復出之路 揭開序幕 但諸葛亮出國深早期間 吃過的店家不少 據傳當年曾經光顧的其中一間黑輪攤 已經鑽進一棟透天店面 黑輪店老闆娘 感謝諸葛亮光環加持 讓生意變好 不過看看他們家的黑輪 其餘薑 果粉漿下鍋低溫油炸 金黃色外皮 撒上胡椒 讓人看了食指大動 不少粉絲專程過來 一邊吃美食 一邊懷念偶像 諸葛亮愛吃美食小吃 被他光顧過的店家 也都受惠賺諸葛財 生意跟著搶搶棍 除了其餘黑輪 俯成知名水果店的薑糖番茄 也是他的最愛 十幾年沒吃到最愛的薑糖番茄 諸葛亮在節目上大力分享 吃得津津有味 也吸引許多粉絲前往打卡品嘗 另外像是恆春知名的 巷弱美食空肉飯 還有高雄市區的鴨肉飯 也都有許多粉絲 PO文分享 甚至還有人與諸葛亮 在同一個空間用餐過 直呼好開心 好像有報導嘛 有報導我們常常來潮州吃啊 那來潮州吃 我們當然就是一定要過來 這邊吃一吃啊 諸葛亮愛美食 就算出國深造 還是走到哪吃到哪 現在諸葛亮過世 也讓這些用美食 與他結緣的店家 感到無限遺憾 記者中全程程程照顧SMG小組 評論報導